何韻詩正忙於準備他在十月中舉行了演唱會 歌是緊繞密鼓的念 可是服裝打扮也是親力親為 因此這天就順道來選擇一些佩戴用的事物 我自己來講 我就 我 工作上面就蠻喜歡一些 就是看起來蠻華麗的事物 因為我會覺得就是作為一個歌手在那個台上 就很多時候要一些舞台的效果的話 然後那個衣服啊跟那些 那些事物都是可以幫助很大的 然後平常的我當然就比較 也不會穿一些很大的一些事物 可是可能一些普通的項鍊啊 或是首席都會 說起穿衣打扮女生當然雀驗 而阿斯更透露演唱會上 有服裝大師給他打點 相信會讓大家眼前一亮 更開心的就是 剛剛前兩個禮拜 就我的師公 劉培基先生 他就 答應了我 就是會幫我在我的演唱會裡面 就是做一套衣服 然後這個真的是很開心 因為他已經很久很久 就是不幫 不幫歌手 或是不幫任何人做衣服 除了美姐跟 先接白癡心 既然講開了話題 大家當然想知道多一點 但阿斯卻又想保持多點神秘感 不願意透露 有關款式的更多情況 這個不知道的 然後我想就是 我現在最開心的 就真的是他 願意幫我做這一套衣服 然後就是 也是怎麼說 因為他從來就是 如果他願意幫一個人 就是做一套服裝的話 然後這個歌手 一定不可以問任何的問題 因為就算以前美姐 就是他 就是到時候才知道 他會給一個怎麼樣的衣服給他 那所以這個 我自己會做好心理準備 因為如果說他最後 只是給我兩條布的話 我都要穿上去了 然後這個也不可以 問任何的問題 所以這個心理準備 我自己是有的了 怎麼說呢 因為他就是要求很高 對自己跟對其他人的要求都很高 然後所以就 希望到時候 我不會就是 把他的衣服就是 失禮了 就是穿得不好 或是演繹得不好 那所以這一陣子 都是盡量的去準備自己的形態 好像去跑步啊 去就是健身這樣子 希望可以到時候可以穿得好 好看一點 新郎